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当局尽快找出这起空难的真相 这起客机灾难也是继马航370失踪以来第二起严重事故 根据美联系的报道 马航客机出示消息公布后 美国股市立刻大跌 各国客机包括俄罗斯洲际航空 土耳其航空 俄罗斯航空和德国汉沙 纷纷发表声明避开飞往乌克兰东部领空 由于事发地点接近乌克兰和政府军和反叛军的交火地点 因此导弹由谁发射 目前引起很大的争议 事发后 乌克兰总统发表声明说 乌克兰政府军没有向空中的任何目标发射导弹 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也指出 这架飞机遭反叛军地对空导弹击中坠毁 不过面临乌克兰总统和内长顾问的双双指控 反叛军领导人立刻否认 并且表示他们的防空导弹最多能打到3000公尺 而马航飞机飞行的高度是在1万公尺 他反指有目击者看到乌克兰部队一架战机 击落该马航客机 另外乌克兰的当局也指出 一架乌克兰战机星期三傍晚被俄罗斯战机的空对空导弹击落 这证明俄罗斯也有可能是发射导弹的祸首 首相纳吉说 客机被击落前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 而被击落客机的飞行航线 是国际航线组织所认定的安全航线 无论如何发生这起客机灾难后 马航即时取消多趟国内外班机 乘客前往他飞机前必须追查最新的航班消息 路透社报导说 该通讯社一名记者已经抵达了出事地点 他形容看到燃烧的飞机残骸 地面散落着尸体 昨天晚上记者联络部分乘客和机主人员的家属 其中该班机罹难机长是一名来自双星大年的45岁华裔 他的家属表示已经在电视上得知二号 但还未接到马航的通知 目前部分大马乘客家属已经抵达第二国际机场 等待最新消息 马航编号17客机罹难人数总共是295人 其中包括143名荷兰人 27名澳洲人 20名大马人包括2名婴儿 11名印尼人包括1名婴儿 6名英国人 4名德国人 3名比利时人 3名菲律宾人 1名加拿大人 15名大马机主人员 以及其余62名的国机还未确认 事发后叫人吊诡的是一名荷兰旅客 在阿姆斯特丹登机前拍下了马航编号17客机的身影 上传到面子书 还开玩笑的留言 如果我们失踪了 这就是班机的样子 似乎是拿之前马航370失踪班机来开玩笑 没想到自己所搭乘的班机也成了死亡班机 今天早上 首相纳吉协同图国防和外交等多位部长召开新闻发布会 表示已经和多国的领袖通过电话 大马将派员介入调查 乌克兰总统也承诺将尽快完成独立完整的调查报告 奥巴马也同意这份调查报告过程必须透明和独立 俄罗斯总统荷兰首相 新加坡总理纷纷向首相纳吉致哀 对马航编号一期客机罪毁感到震惊和难过 乌克兰基辅的荷兰大使馆 陆陆续续的聚集民众 前往献花和点亮烛光 为马航编到一期客机离难的乘客家属起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